咱们首先比如说鼠标点进去吧 点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啊 在当前亮丽图库 这个平台这个站点当中啊 是不是有很多咱们要的一些图片数据 是吧 已经往下面翻的话 这些图片数据 如果说你想或许的话 都可以用我们的爬松技术 去进行一个批量采集 好吧 而且呢 如果说你看到它的这个导航 注意啊 它整个页面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导航分类 是吧 关于导航分类当中呢 我们今天的任务要是采集 分类当中的一些古装美女 是吧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美女 这么一个分类 这个分类下面呢 有一个什么 其中就有一个古装美女 这么一个分类 那么咱们今天的任务目标 是不是已经找到了 对吧 相信在座的绝大部分 同学可能跟我一样啊 本人男爱好女是吧 咱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要采集当前的这个古装美女 分类当中 这些我想要的这些图片数据 而且呢 这些图片数据啊 在这个页面当中啊 注意 它只是一个缩裂图 对不对 它只是一缩裂图 像我们如果说 在这里 当前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缩裂图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一个一个的相册 好吧 像如果说有一个相册的话呢 就意味着这个相册 内部可能是不是有若干张图片 对不对 比如说我鼠标点进去这个相册 那么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相册下面呢 呃 它一共有九张图片 对吧 它一共有九张图片 那么咱们今天的任务呢 其实啊 就是要采集 注意 呃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要采集 每一张相册当中的第一张图片 好吧 已经呢 涉及到后面还有一些 呃 关于页面的循环爬取 呃 这是咱们今天的任务 呃 这是我们找到的这么一个目标网页 是吧 好 那么找到这个目标网页之后呢 呃 可能有的同学啊 就听我嗶嗶了那么多啊 就可能 呃 还是很迷糊 因为可能 有零基础 在座的各位同学 肯定有零基础的学员 是吧 可能不知道我讲的是啥 啊 首先呢 呃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爬虫案例的一个分享 啊 那么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嗯 怎么说 我就用一句话 好吧 我就用一句话 简单概括一下 啊 什么是爬虫 啊 什么是 呃 爬虫 像爬虫呢 它是我们Person 呃 语言对应的一个学习方向 啊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呢 就是模拟浏览器啊 或者说模拟客户端 呃 批量请求服务器的数据 那么当时呢 在这里呢 我就用这么一句话 简单的概括一下 什么是爬虫 是吧 那么通过这一句话呢 我们来可以进行一个细分 比如说呢 像客户端 客户端呢 就包括我们平常最常用的什么 浏览器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一些像一些手机应用 这些东西啊 这些手机应用啊 浏览器啊 包括一些 嗯 iPad的一些产生的一些 安卓应用啊 iOS应用等等 呃 我们统称都可以把它统称为客户端 对吧 然后呢 批量请求 呃 因为我们爬虫数据采集 它是一个批量呃 进行数据采集的这么一个一门技术 然后呢 它采集的速度 它是非常快的 呃 而且呢 它采集的就是服务器当中的数据 那么服务器呢 其实就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个网站的站点 打个比方就以这个某度啊 或者说呢 某宝 呃 甚至于呢 这个某宝啊 像这些站点当中啊 既然来说 它提供了一个站点 对吧 那么 或者说页面站点当中 它是不是有数据的展示 其实呢 像我们做爬虫数据采集 绝大部分情况下呢 就是采集当前站点当中 这些公开的数据 好吧 以及呢 它采集的数据 它是呃 大规模的采集 采集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呃 那么当时呢 我就用这么一句话简单的来概括一下什么是爬虫 好吧 简单来概括一下什么是爬虫 那么 爬虫介绍完了之后呢 因为我接下来要实现这个爬虫 案例 对吧 那么关于爬虫案例呢 有如下四个步骤 哪四个步骤呢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通过第一步 第一步呢 就是确定 呃 url地址 那么当前的这个url地址呢 咱们应该怎么确定 因为像这个url呢 它表示这个统一资源定位符啊 啊 统一资源定位符 如果说你给我一串url地址 我可以在互联网当中精确定位到 咱们想要的一些资源 对吧 那么当前的我在这个网站 这个平台当中 我想要的这么一些数据 注意啊 我想要的这么一些数据 它究竟对应的是哪一个url链接地址 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们要分析数据 所对应的链接地址究竟是哪一个 好吧 那么当我有了这个地址之后呢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python代码 发送网络请求 啊 发送网络请求 那么当前呢 我们发送到的这个网络请求 请求就是返回的url地址当中 给我们返回的一些数据 是吧 那么这些数据当中呢 其中有我们想要的数据 也有我们不需要的数据 所以说啊 当今在这里就有第三步 关于什么 获取到的数据 我们要进行一个数据的解析 啊 我们要进行一个数据解析 那么 关于数据的解析呢 就是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么通过前面这三个步骤呢 咱们要的一个数据都已经获取到了 是吧 那么 咱们可以通过第四步 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 啊 这是我们一般来说 实现 实现我们爬送案例的一个步骤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也是通过如今的这么四个步骤啊 去一步一步的去实现 咱们今天的整个案例 好吧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任务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要采集 这里面 每一个相册 点进去 每一个相册当中 这个大图片 啊 每一个相册当中 这个第一张大图片 我们这是今天的整个案例的任务 好吧 然后呢 我就从这个页面开始出发 对不对 我从它开始出发 我要进行一个数据的查找 我要确认当前 这里面的一个数据究竟在哪里 是吧 呃 比如说 当前啊 我进入到当前这么一个网页 我进入到 首先点开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链接 然后呢 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是吧 好 在这里呢 我们来分析啊 分析什么呢 注意 我最终想要的这一些这个数据啊 就是这个图片数据 它肯定有一个链接地址 这个大图片 它肯定有一个链接地址 那么这个链接地址呢 首先我把这个例子给它找出来 啊 右键 咱们可以点击检查 调出我们浏览器开发者工具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它对应的是没有标签的 但是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下载本图 既然来说你能够下载这张图片 它是不是意味着图片所对应的这个链接地址 是不是就在这个标签下 那么通过我的这个选中 我们就会找到 呃 这个标签呢 其中有一个 呃 它所对应的是A标签 那么A标签 里面呢 有一个和Ref属性 这个属性 所对应的属性值 它是一个链接地址 对吧 那么我拿到这么一串链接地址之后呢 把它复制 然后重新打开一个页面 请求这个地址 它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张大图片 对吧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要把这个大图片 把它进行一个数据采集 然后呢 把它保存 那么当前 这个URL地址 是在这个网页下面 是有数据的 对吧 在这个链接地址下面 是有数据的 是吧 那么当前 这个链接地址 是从哪里来的呢 注意 当前啊 在这个页面 对应的地址导航栏中的地址 这个地址 其实在我们当前啊 这个网页 也就是说 古装美女 这个分类下面 是有这个地址数据的 比如说呢 同样的 咱们可以通过右键 点击检查 然后呢 在我们Elements 元素面板当中啊 可以通过Ctrl F 去进行一个检索 那么你就会发现啊 我在这里 是不是找到了 当前这个链接地址 我是因为 通过Ctrl F 去查找这个地址 然后呢 去找到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我们通过分析 可以知道 当前啊 这里面 在这个网页下面 有每一个相册 所对应的一个 详情页面的URL地址 对吧 我拿到详情页面的URL地址 我是不是可以进入到 这个页面当中 把这个详情页面的地址当中 所对应的图片的URL地址 进行一个采集 是吧 所以说 这是咱们今天的整个的 这个案例实现的一个思路 首先 注意 我再次讲一遍啊 首先从这个页面出发 从这个页面出发 当前这个页面下面 每一个相册的URL地址 详情页面的地址 我都要采集 采集下来之后呢 我对应的会请求 每一个相册内部的详情页面 也就是这个页面 把这个页面当中的数据 把它请求下来 请求下来之后呢 解析当前 这个下载本图 所对应的一个链接地址 对吧 那么拿到这个链接地址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把整个 这个大图片 把它下载下来 这是关于咱们今天 整个案例的这么一个思路 好吧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思路呢 一步一步去走 首先呢 通过分析啊 当前注意 我们要的这个数据啊 也就是说 每一个相册 所对应的URL地址 是不是对应的 就是在我们 这个地址导航栏中 地址下面是有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址通过请求 返回的数据里面 包含了 每一个相册 URL 链接地址的一个 详细 请求 所以说呢 当前在这里 我要从这个地址出发 我要从这个地址出发 你的网络好卡 你的网络好卡 那我就真没有什么办法了 因为这个 我也不能够帮你去 调试你的网络 对 好 那么当前呢 在这里啊 我拿到这个地址之后呢 来 因为我们 做这个项目 第一步 它是不是要确定 我们URL地址的一个请求 是吧 那么我们第一步 是不是就找到了 当前这个URL地址 那么 当前在这里 我就以URL这个变量 去接收 这个地址 去接收这个地址 那么 接收完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之前什么 介绍爬虫的 我说了 关于爬虫项目的 一个编写 它是需要模拟 客户端用户 因为有时候服务器 它发现你是一个 不正常的请求 非人类的请求 比如说你的 一秒钟之内 你请求这个页面 请求了100次 你说这是人类 人的手术 能够达到的一个手术吗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来说 请求一些数据 要尽可能的 模拟成一个客户端 怎么模拟呢 当前啊 注意 首先啊 我们呢 首先同样的 通过右键 点击检查 然后呢 可以定位到 我们这个Network 这是我们 开发者工具当中 给我们提供的 抓包工具 那么在当前这个抓包工具里面啊 就是当前页面啊 产生的所有网络请求 都会在下面 以数据包的形式 给我们呈现 好吧 比如说我通过刷新页面 那么下面加载出 那么多数据包 对不对 啊 那么当前在这里 你随便点击一个数据包 然后呢 每一个数据包下面呢 其中有一个 request headers 在request headers 这个栏目当中 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 每一条 信息啊 注意 在这里呢 每一条这个信息 其实就是浏览器 它在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默认的会带上这些 请求头字段 其中呢 有一个字段 就代表我们浏览器 身份的一个标识 那么哪一个字段呢 user agent 那么user agent 这个字段呢 它代表我们浏览器 身份的标识 那么我在通过代码 发送请求的时候 我携带上这么一个字段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 把当前这一次请求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是吧 那么我把这个字段呢 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 需要把这个字段 构建成字典的形式 那么当前在这里呢 我构建一个head 是这么一个变量 以字典的形式呢 把它构建一下 字典它是不是建置对 所以说呢 我用这个双引号 把字典的键和字典的纸 通通包裹起来 这是我们实现案例的 这个第一步 那么有了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这一步完成之后 那么接下来 通过我们这个步骤 是不是 我接下来 要请求这个url地址当中的数据 对吧 也就是说呢 第二步 发送网络请求 对吧 发送网络请求 那么关于网络请求的发送呢 需要我们借助我们 Python语言当中的一些模块 什么模块呢 首先啊 我们可以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request模块 这个模块呢 它是属于我们Python当中的 这个数据请求模块 可以帮助我们使用Python代码 发送网络请求 同时呢 这个模块 它是属于一个第三方模块 第三方模块 像第三方模块呢 就意味着这个模块呢 需要咱们自己去安装 自己去安装 怎么安装在这里 可以教大家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整个代码编辑器的最下面 有一个terminal 这个terminal是我们编辑器 给我们提供的终端工具 这个终端连接的就是我们 Windows系统下面的一个CMD终端 在终端当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行命令 去安装我们想安装的一些第三方模块 比如说呢 当前我们可以通过Pep Install 指定Request 点击回车 去安装这个第三方模块 像这个模块 Request模块 在这里呢 它给我们显示的是 Requirement already satisfied 如果说类似于你像我这样的显示 那么证明你当前解释器下面 是有这个模块 已经安装过的 不需要我们重复安装 那么如果说你们没有安装 这个模块的话呢 对应的它在我们 我们这个中端当中 它会类似于有这个进度条的显示 给你显示你安装模块的进度 包括呢 使用这一行命令 安装一些第三方模块 有一个前提 前提是咱们整个Python 环境配置没问题 包括呢 添加系统环境变量啊 等等 当你的整个环境配置好了之后呢 才可以使用这一行命令 去安装第三方模块 如果说关于环境 没有配置好的同学呢 大家可以直接找我们助理老师木子 我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就给大家讲了 关于我们环境的安装 像一些模块的安装 有不会的同学 无法成功安装同学呢 大家都可以找我们木子老师 让他帮助你解决 这样的一些疑问 以及后面打卡同学 就是后面进来课程同学 需要获取咱们今天课程 录播回放资料同学呢 大家也可以在课后找我们助理老师要一下 打卡的同学呢 千万不要忘记截图啊 截图之后呢 发送给助理老师 这个这些资料呢 才会提供给你们 好吧 那么当时呢 我已经导入了这个模块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是不是就要用它 对吧 那么当时在这里呢 我通过这个request 点上一个get注意 request 点上一个get 那么当时呢 我通过这个模块 调出这个模块的封装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请求方法 好吧 那么请求get 它在我们计算机语言当中啊 计算机的词汇 英语词汇当中 它也表示请求的一个意思 那么具体来说 咱们要请求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指定当前 请求的url地址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前面已经定义好的url 当前在这里 我是通过关键字传餐的方式 去进行一个传递的 除此之外呢 我在请求的时候呢 是不是 还要携带上这个header 是请求投参数 把当前这一次请求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对吧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那么当前这里 你代码写到这里之后啊 当你右键点击运行的时候呢 这一次请求 它就帮你做了一定的伪装 伪装成了一个浏览器的 一个正常请求 除此之外呢 当前在这里呢 请求返回 它会响应一些数据给我们啊 它会响应什么数据呢 当前我就用一个response 这个变量去接收 完了之后呢 我给大家通过print 来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好吧 咱们右键啊 点击运行 好 通过我打印这个response 这个变量 它返回给咱们的是一个监控号 对吧 但是呢 这个监控号啊 给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Python语言当中啊 监控号 它表示一个对象 但是呢 很明显 我这一次请求 我们要的不是对象 是不是 我们要的是这一次请求返回给咱们的数据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数据该怎么提取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象去提取 比如说 我可以通过response 点上一个text 这么一个属性 去提取这个对象里面的文本数据 提出来之后呢 我再次用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用一个html data 这个变量来接收 完了之后呢 我给大家打印一下html data 这个变量所对应的数据究竟是什么 咱们右键 点击运行 数据呢 返回的 注意 它返回的数据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html数据啊 对吧 这里面都是一些html的标签 这就是当前我请求URL地址返回给咱们的一些数据 好吧 那么当你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注意 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的一步呢 就是要通过数据的对比 对不对 关于数据的对比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当中啊 比如说 当前 我说了 这个地址下面啊 这个地址下面 这个URL地址请求到的数据 返回的数据里面 是不是有每一个相册 所对应的URL地址 比如说 这个相册 它所对应的URL地址 是这一个 对吧 那么这一个详情页面的地址 我在请求的数据当中 我同样的 通过Ctrl F 调出这么一个搜索框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检索 那么当前在这里 你就会发现 我请求到的数据里面 它是不是也有这个相册 每一个对应的URL地址 是不是 所以说呢 通过这里面数据的对比 能够确认啊 当前我们请求到的数据里面 是有我想要的一个详情页面 请求的URL地址 对吧 既然来说有数据的话呢 我请求到了有数据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 把它解析出来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第三步 对吧 那么第三步 关于数据的解析啊 注意 呃 我们首先要在这个页面当中 解析每一个相册 比如说这个相册 这个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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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相册 所对应的这个URL地址 详情页面的地址 究竟是个什么 对吧 我们这是第一个要做数据解析 呃 那么我首先我把它给解析出来 吧 当前在这里呢 关于数据的解析呢 呃 我会使用到这个Xpass 进行一个数据提取 因为我们最终获取到的数据 是HTML 这些标签数据 对吧 那么关于HTML数据呢 呃 最通用的数据解析呢 其实有两种啊 第一种呢是呃 Xpass 第二种呢是CSS选择器 啊 Xpass和CSS选择器 那么这两种数据解析的方式呢 啊 都能够对我们HTML数据 进行一个提取 好吧 而且呢说非常方便 只需要写规则 啊 那么数据解析呢 首先啊 应该导入我们数据解析的模块 那么 当然我们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这个parse 这个模块呢 它是我们数据解析模块 同时呢 它也是属于第三方模块 啊 呃 那么安装方式呢 在这里呢 还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好吧 通过pip install 呃 指定这个parse 这个模块的名字 去进行一个安装 点击回车 啊 啊 这里呢 这个模块 我也是已经提前装好的 所以说啊 再度各位同学啊 关于模块的安装 有任何问题 大家 知道怎么做了吗 应该都知道了吧 好吧 关于模块安装 有任何问题啊 直接找咱们的木质老师 这是它的微信号啊 好吧 啊 当我们导入了这个模块之后啊 接下来数据解析 它呢 分为两步去走啊 第一步 第一步做什么呢 就是3.1吧 嗯 3.1 就是转换数据类型 为什么要转换数据类型呢 因为我最终 是不是要在这个html data 我要在这里面 去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 是吧 那么这个数据呢 它所对应的数据类型 它是属于这个字 符串数据类型 像字符串数据类型啊 你想直接 注意啊 字符串的数据 你想直接和我们pathon语言交互 就是中间没有任何转换 你想直接交互的话呢 只能够使用这个正折表达式 像如果说我想要使用Xpass 那么做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转换数据类型 把当前字符串 把它转换成一个对象 怎么转换呢 可以通过我们导入的 这个parsal模块 点上一个大写的selector 框内部呢 填html data 这样做就可以转换了 转换之后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我就就用这个selector 这个面量去进行一个接收 好吧 接收完了之后呢 这个selector这个对象啊 它呢 它就具有点上一个 Xpass数据解析的方法 啊 框内部呢 就是需要我们写 Xpass语法提取的一个规则 啊 那么当前在这里啊 注意 呃 这里呢 我就不打印了 我就不打印了 好 根据我们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要提取我们 每一个相册 所对应的这个url地址 啊 我们来提取一下 首先啊 当前在这里呢 关于这个相册url地址的一个提取呢 首先 首先我选中第一个相册吧 啊 第一个相册我选中之后呢 它所对应的一个这个url地址 其实就是这个a标签 所对应的和ref属性 啊 就是a标签所对应的和ref属性 对不对 那么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呃 我可以把 这个地址 把它复制 复制好了之后呢 来重新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 点击回车 确认 呃 这里稍微有点慢啊 这个数据还没加载完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址是不是就是我们详情页面的地址 啊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xpass语法的一些规则 去提取到每一个相册所对应的这个地址 对吧 啊 那么当前在这里呢 我就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浏览器的一个插件啊 xpass helper 这个插件呢 可以帮 辅助我们写xpass语法规则 好吧 可以辅助我们写xpass的语法规则 嗯 那么我首先点开点开这个插件啊 在插件左边呢 我们可以写语法 右边我们可以对应的显示语法所提取到的一些数据 好吧 那么当前呢 首先 嗯 我来看一下啊 当前在这里呢 呃 我从这里开始提取吧 这里呢 有一个div 这么一个标签 对吧 因为这个标签它有一个class类属性 啊 那么我可以根据这个class类属性 进行一个精确定位 然后呢 一级一级往下取到我们对应的所有a标签 好吧 它都是满足这么一个规则的 那么 当前呢 我首先把这个div标签所对应的class类属性把它复制 然后呢 咱们双写一杠 跨节点提取到div标签 根据标签特有的这个类属性 精确定位 好吧 根据它精确定位 那么它对应的就匹配到了20条数据 像我们一个页面啊 它也是20个相册 同学们 一个页面也是20个相册 好吧 好 那么拿到这个这个div标签之后 我们要往下取dldd以及a标签 是吧 好 往下取取dldd以及下面的a标签 好吧 那么当时呢 a标签取到之后 我要取所有a标签 它所对应的和ref属性 是吧 我直接根据这个at它的这个和ref属性 提取到每一个相册详情页的url地址 对吧 这就是我根据左边xpass语法 提取到的每一个相册所对应的链接地址 好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语法来注意 填写到我们xpass语法当中啊 获取下来之后呢 咱们啊要使用到一个get all 因为我获取到的是多个标签 所以说我要用get all方法 好吧 呃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我用一个和ref 呃 杠一个list 我用这个变量去进行一个接收 其实完了之后呢 我给大家通过print 来打印一下和reflist 啊 咱们当前呢 在这里呢 这里少了一个s 当前右键点击运行 这就是咱们提取到每一个相册 所对应的这个URL地址 啊 URL地址 好吧 好 那么提取到它之后呢 你在这里呢 你在这里随便点击啊 啊 随便点击 它是不是都可以跳转到我们 图片的详细页面 是吧 所以说我们提取到它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应该干什么啊 啊 我们应该干什么 因为反汇的数据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列表 那么列表里面每一个相册 我是不是要挨个挨个的 把它请求下来 是吧 是不是要挨个挨个的 把它请求下来 所以说呢 我是不是要挨个请求 是不是 我可以构建一个for循环 比如说啊 我for一个和ref 印一个什么呢 印一个和reflist 把每一个详情页面的URL地址 把它编利 编利出来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啊 再次发送什么呢 发送相册详情页的请求 呃 详情页 的请求 怎么发送啊 还记得吗 啊 怎么发送还记得吗 是不是可以同样的通过request 点上一个get的方法 去发送啊 对 指定什么 指定我们的URL 这么一个关键字 等于什么呢 等于holdref 对吧 然后呢 你在请求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携带上这个header 是请求头传送吧 这就是我们发送详情页的请求 对吧 请求下来之后呢 它同样的也是返回一个对象 呃 我在后面呢 直接取对象包含的什么 text文本属性 啊 获取下来之后呢 当前在这里呢 呃 我可以用这个 和ref 我干一个这个data 啊 和ref或者说 干一个html 我干一个data吧 用这个变量 用这个变量去接收 这就是我请求详情页面 返回的数据啊 就用这个和refhtml data去 代替了 对吧 呃 select函数 啥意思来着 的select 它是转换数据类型啊 这第一步转换数据类型 第二步就是数据解析啊 我不是写了注释吗 对吧 下面就是关于数据 解析 啊 下面就是关于数据解析 好吧 啊 那么当我们啊 请求到这里之后呢 注意啊 啊 请求到了详情页面之后 我们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呢 注意 当前当我们请求到这个详情页面 这个数据之后啊 那么我就意味着 我可以拿到每一个相册 详情页的这里面的一些数据 对吧 我就可以拿到这个每一个相册 详情页的这一些数据 对不对 那么我拿到这个相册 详情页的这个 这个页面当中所有数据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把相册 这个大图片 所对应的这个URL地址 把它进行一个解析 啊 所以说这个思路啊 你一定要理清楚 好吗 对面啊 思路你一定要理清楚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是不是可以同样的 当先在这里呢 把每一个相册 相册内部当中的这个数据啊 就是这个大图片 注意 右键点击检查 或者说呢 哦 这个下 要点击选中到这个下载图片啊 因为下载图片 它对应的就是一个链接地址 啊 它对应的是A标签 啊 对吧 A标签所对应的这个和REF属性呢 它是一个链接地址啊 那么这个链接地址呢 注意啊 当前我把它点开 呃 粘贴到我们浏览器当中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图片 所对应的一个URL地址请求 是吧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是做这一步 把每每一个我们相册详情页当中 这个大图片所对应的地址 把它进行解析啊 把它进行解析 首先当前在这里呢 我有了这个详情页面的所有数据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解析图片的URL 解析详情页 图片的URL地址 怎么解析啊 是不是同样的前面这两个步骤 第一步转换数据类型 第二步数据解析 对吧 那么当前这里的转换数据类型呢 来我给它直接能复用的代码 我直接复用一下吧 比如说我用一个Response Select2 首先把这个HrefHTMLData 首先把它转换数据类型 然后呢通过这个Select2 点上一个XPass 去提取我们想要的这个图片 所对应的URL地址 好吧 怎么去提取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页面 它的规则是什么样子 咱们可以首先通过这个元素选择工具 这个箭头 点击 然后选中这个下载本图 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么一个标签 它是A标签 它是A标签 对不对 它是A标签 那么在这个A标签下面呢 我们在这里分析啊 注意 A标签下面 它同样的有一个类属性 是不是 它同样的有这么一个类属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类属性 精确定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A标签 因为像这个页面 它只有这么一张图片数据展示 它们有第二张 没有第三张 只有一张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用这个XPass Helper 这个工具呢 来辅助我们写一下 首先呢 咱们跨鞋盖 双鞋盖 获取到A标签 然后呢 根据A标签 它所对应的class属性 进行一个精确定位 取到的结果是不是一个结果 对吧 取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要取A标签 它的和ref属性 我直接 at它的这个和ref这么一个属性 取到是不是就当前这个图片 所对应的这个链接地址 那么当前呢 我这个XPass 使用法来 写到我们当前代码当中去 那么你或许到它之后呢 注意啊 这里面是我或许到的一个 比如说我用一个image 我杠一个url 这个边量来接收 接收完了之后呢 注意这里呢 我提取到的是一张 或者说提取到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标签 如果说只有一个标签 咱们啊 可以使用点上一个get方法 点上一个get 提取我们获取的第一个数据 好 那么当前呢 在这里呢 获取到它之后呢 我给大家通过print来 给大家输出 打印一下imageurl 咱们右键 点击运行 好吧 在这里呢 给我们解析出来的 这里面的这个url地址呢 就是我们啊 每一个图片 所对应的链接地址 在这里呢 你随便点击 它是不是一张图片 我点击最后一个 它是不是也是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采集这些 古装美女的这些图片 好吧 就采集它 好 那么当我们拿到当前这个url地址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 可以请求 图片 数据 怎么请求啊 通过request 很熟悉了 对吧 点上一个get 然后呢 指定我们当前url等于什么 等于imageurl 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协带上这个header 是请求头参数 当然 那么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拿到的是图片数据 像图片 视频 音频呢 它都属于二进制数据 啊 它都属于二进制数据 那么二进制数据呢 咱们要获取的话呢 咱们要使用到当前这个对象 它所对应的另外一个属性 咱们直接点上一个content属性 啊 点上一个content属性 这里呢 我就用链式调用的方式去实现了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呢 这是我获取到的一个图片的数据 比如说我用一个image 刚一个data这个变量 去接收 好吧 去接收 完了之后呢 我有了图片数据 那么 到目前为止 我所有想要的数据都已经有了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可以通过最后一步 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 啊 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数据保存 对吧 在这里呢 关于数据的保存啊 首先 嗯 这个是啥网站 呃 这个网站非常简单啊 好吧 你也可以不用看啊 测试咱们的VIP选啊 嗯 这是一个 嗯 亮丽图库这么一个网站啊 我把这个地址给你吧 好吧 好 那么拿到这个所有数据之后呢 我把它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吧 啊 首先呢 关于数据保存 那么 我要保存一个图片文件 啊 是不是我肯定首先需要准备 文件名啊 我要准备文件名 对不对 那么关于文件名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URL地址里面 它对应的是不是就有我们文件的一个名字 像这里啊 注意 整个URL地址 这后半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 每一个URL地址最后这一部分 把它 提取出来 作为什么 作为我们图片保存文件的一个名字 对吧 那么怎么提取呢 当前在这里注意 呃 在这里呢 首先 我可以通过这个amatchURL 然后呢 点上一个split 进行一个分割 啊 在这里的话呢 我用什么 我根据这个URL地址 我用这个斜杠 注意啊 我用这个斜杠进行一个分割 它可以把整个地址分割成若干粪 然后呢 咱们直接取分割之后的最后一条数据 直接指定它的这个所影为复一就可以了 这是我准备的这个fear net 文件的名字 啊 文件的名字 最终的话呢 我可以给大家打印一下 print这个fear net 好吧 那么右键啊 点击运行 前面的打印 把它干掉 再次打印 这就是我们图片的这个文件名字 好吧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所有数据都已经有了 咱们最终呢 把它进行一个保存 首先呢 我在当前这个项目下面啊 咱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我就新建一个image文件夹 最终我要把所有图片数据呢 保存在这个image文件夹下面去 最终的话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 withopen 首先呢 去打开一个文件 关于这里面 首先指定文件保存的一个路径 我要保存在image文件夹上面 我就直接指定成image 因为我们的pear文件和image这个文件夹 它都属于同级目录 它可以直接找到 然后后面呢 加上两个斜杠 这两个斜杠呢 表示文件路径的分割幅 文件路径的分割幅 好 具体来说的意思就是 我要把所有图片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去 完了之后呢 咱们后续加上这个文件名字 failnet 这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model 文件写入的方式 当前呢 我要用wb的方式进行一个写入 完了之后呢 咱们矮着一个f文件对象 那么通过f点上一个write方法 去写入咱们请求到的image data 图片数据 结入请求到的图片数据 那么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没保存一个图片呢 我就给大家输出打印一下 好吧 保存完成 保存完成啊 保存完成 好了 咱们当前在这里呢 右键点击运行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在这里呢 它会帮助我们 保存当前这一页 所有的一些图片数据 完了之后呢 咱们右键点开这里面的这个文件夹 点开这个文件夹 那么你就会发现 这个文件夹是image文件夹 我image文件夹 咱们双击开 里面就是我刚刚保存下来的20张图片 也就是说那第一页的图片 对吧 这里面啊 每一张图片呢 它都是能够播放的啊 对吧 每一张图片 它都是能够播放的 每一张都是能够播放的 当然这是我们这一页数据的一个采集 那么后续的话呢 其实整个页面啊 它还有后面有很多页 比如说呢 当前啊 往下去翻 它后面呢 有若干页的一个数据 是吧 有若干页的一个数据 当前的话看一下 它后面还有7页 9页 11页 是吧 一共有 这里一共有11页的数据 那么最终的话呢 我把这11页数据 我要进行一个数据采集 页面的循环采集 我们该怎么采集呢 啊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讲的一个知识点 好吧 首先当前呢 我把这个请局道的定页的数据 我首先全部给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注意啊 我新建一个pware文件啊 02 然后我在02这个pware文件下面 去写页面的这个循环爬选 啊 去写页面的循环爬选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我要分析出它翻页的一个规则 啊 翻页的一个规则 首先我进入到这个古装美女 这是第一页 它所对应的一个URL地址 啊 然后呢 我们点击到下一页 这是第二页 它所对应的URL地址 这是第二页 所对应的这个URL地址 啊 然后呢 再我们来点一下第三页 还点一下第四页吧 好 那么当时在这里呢 那这几个URL地址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它的规律了 对不对 啊 那么这几个地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它前面的这个URL地址 它都没有变 变换只是后面这个数字 由二变成了三 变成了一个四 奇怪的是第一页 它没有后面的这些list杠 对不对 那么当时在这里呢 我手动的把它改一下 我把这个数字呢 把它改为一 哎 它是不是可以仍然的跳转到第一页 也就是说呢 我们整个翻页的规律 它都满足这么一个规则 根据这个数字的改变 可以实现页面的循环爬取 是吧 一直循环到11 对啊 然后呢 当时在这里呢 我就根据这一个地址 啊 把它粘贴到我们URL地址当中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货循环 比如说我for一个page 印一个什么呢 印一个range 然后的话呢 采集它1到11页的数据 是吧 完了之后呢 把下面所有代码给它选中啊 选中之后呢 咱们按一个tap键进行缩进 让它缩进在最外面 这个货循环下面 以及呢每循环一次 这个数字它是不是会变 所以说在这里我预留一个接口 前面呢 我加一个f 去进行一个字符算的这个章位 把每次循环下来的这个page 把它传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 每每循环一次 我们这个地址是不是会改变 对吧 一直到每请求一页 每采集一页数据呢 我给大家输出一下 正在 正在爬取第 多少页的一个数据 当现在在这里同样的前面 f张卫福 然后呢 记录一下它爬取的一个页数啊 page 最终当我们啊 右键 对 点击运行的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们采集 每一页的这个数据 咱们打开这个 文件夹 现在呢 这个项目呢 采集到了90多个项目 图片 采集到了90多个图片 采集 现在呢 已经采集到了这个第六页的一个数据 是吧 采集到第六页的数据 当时在这里的话呢 咱们是不是就已经实现了这个页面的循环爬取 对吧 前面关于这个页数啊 首先第五页 已经采集完了 呃 第六页这里呢 程序发生了一个阻塞 但是呢 后面仍然在爬 发现没有 啊 第七页 所以说当时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整个项目跑完之后 能够实现一个页面的循环爬取 好吧 能够实现一个页面的循环爬取 那么当时在这里呢 我们采集到的这一些图片啊 嗯 看一下能否爬取一十一页的数据吧 嗯 看一下有没有报错 看一下有没有报错啊 啊 现在呢 采集到了199个 190 200多张图片了 啊 啊 第十一页呢 只有这么几张图片 整个程序跑完也没有发生报错 当然现在这里呢 每一个这个图片数据啊 它都是能够打开 能够正常播放的啊 啊 都是能够打开正常播放的 哎 这里 这个不是古装啊 这是现代的啊 对不对 呃 然后这接下来就是你们 你们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 呃 采集到了这些数据之后呢 其实 有时候啊 你采集到数据之后 呃 在你做网站接受的时候 你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填充 呃 你可以把你采集到的数据 把它填充到你的网站站点当中去 都都是可以的 啊 这都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啊 注意 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 其实呢 任务 是采集 是采集每一个相册 所对应的第一张图片 啊 那么如果说每一个相册 每一张图片 我都要采集 呃 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呃 其实 非常简单 像相册内部 它翻页也是有规律的 啊 比如说呢 这是相册内部当中 这一页数据 对吧 呃 然后呢 相册的这个 下一页数据 哎 这里的话 它是 杠一 从这里开始的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 相册内部当中 啊 这些数据 它是不是都是能够采集的 对吧 它也是有规律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相册翻页 也是有规律的 那么 如果说你对于这个需求 你要进行一个采集的话呢 呃 我提前已经写好了代码 好吧 比如说当前 我就新建一个 PU文件吧 亮丽03.py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亮丽03.py 这个文件侠下面呢 我就直接给大家 替换一下 这是我之前上个 已经写好的代码 呃 我们这里的需求呢 它会把每一个相册 单独创建一个文件夹 去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 啊 把每一个相册 单独创建一个文件夹 去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 好吧 那么当前在这里注意 我首先啊 把这里面的数据数据呢 把它全部给它清空 嗯 open in explorer 啊 把我刚刚采集的数据 全部给它清空 啊 清空完事之后呢 当我们右键 点击运行 啊 那么它就会把每一个相册 数据把它采下来 看见没有 啊 而且呢 每一个相册 它都单独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对 每一个相册单独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啊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呢 整个项目的一个需求 它会根据你的整个爬取的思路 你可以去改变的 啊 你可以去改变的 对不对 当前的话呢 它会采集 我刚刚写的是采集多少页 啊 采集前面十页啊 最后一页没有采集 啊 最终的话呢 它会把整个的这个每一个相册 单独都创建文件夹 然后把所有图片保存在这个文件下面去 好吧 当时呢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案例实现的效果 好吧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逻辑 只会更加更加复杂 啊 只会更加复杂 其实呢 大致上的话 整个的大致上的逻辑还是一样的 但是代码实现的这个效果 代码实现的这个 呃 逻辑 它稍微复杂一点 啊 思路还是差不多的 啊 啊 那么当时呢 这是关于当前 我们今天啊 这个案例的一个讲解 好吧 同学们 当时有问题 同学可以问一下好吗 啊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问一下 嗯 这里面 啊 有问题的可以问一下 好吧 现在呢 整个程序也在跑 对啊 我看一下最后能够收集多少个 多少个文件夹吧 好吧 嗯 那么今天呢 也是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Python爬送的一个案例啊 代码没跟上 思路跟上就可以了 是不是 其实代码确实不重要啊 代码其实不重要 第一个XPAS是怎么选的 第一个XPAS不是选出来的 是我们写出来的呀 关于XPAS的话呢 并没有去讲这里面的语法规则啊 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一个重点啊 啊 呃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咱们新生教育的 这个爬送案例的教学 好吧 那么这个爬送案例 如果说啊 呃 你学会之后呢 可以把整个啊 你可以把整站的图片 都进行一个数据采集 只不过整站图片 它所对你的规则 可能有些图片 有些分类当中的图片 可能不一样 啊 可能不一样 好吧 客户的话呢 呃 我也希望同学们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啊 把今天整个代码给他敲一遍 像我们这个代码来说 我们写的这个02这个代码 呃 它是从这个30行左右开始的 呃 30行左右开始的 然后呢 到60行 差不多30多行 对不对 思路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对吧 思路的话 就是你到详细页面当中 你多多套一层循环 然后呢 呃 去解析我们当前每一个相册 他有多少张图片 然后呢 把他的循环把它构建出来 啊 我刚刚不是说了一下他的思路吗 对不对 当前这个相册当中 这里面图片循环 他也是有规律的 发现没有 啊 他也是有规律的 对 对吧 那么现在呢 这个课程呢 就是讲到这里的吧 给大家看到的效果呢 他已经看到了 对不对 整个程序呢 正在这个项目 也正在跑 啊 也正在跑 我看一下 呃 也没有停吧 也没有停啊 也没有停 现在呢 已经150个文件夹了 对 150个文件夹 好吧 为啥 插发子匹配到的内容为空 因为你他插发子 预法写的不对啊 为啥为空 对不对 啊 如果说你写的为匹配为空 肯定是你预法有问题 对不对 嗯 完成代码上哪里去看 呃 完成代码咱们不提供啊 好吧 如果说你想实现的话呢 你能 科后呢 可以对照咱们的路波 你可以自己去敲一下 啊 你可以自己去敲一下 好吧 呃 好了 现在呢 呃 咱们课时也讲了这么久啊 对吧 那么这个案例呢 呃 分享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看到这么一些效果 对 那么当下呢 我在这里呢 我想问一下 就现在讲那么多 也不知道大家这对这个爬松 这个案例呢 感不感兴趣 好 那么我来了解一下好吧 同学 同学们觉得我讲的这个爬松案例 觉得这个爬松数据采集有意思啊 觉得感兴趣 同学你给我敲个一 给我看一下吧 啊 给我敲个一 给我看一下吧 浏览器上复制XPAS匹配的啊 浏览器复制的XPAS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它只是一个参考 它并不是绝对的一个依据 最终的依据 以你的代码 获取到的数据为准 好吧 最终我们浏览器当中看到的所有数据 它只是一个参考 对吧 你参考只是获取的不对 那么你是不是要考虑啊 去替换一下整个XPAS的这个解析的一个语法 像 星河 鸭腿 梦醒了 星光 月色 空竹 对吧 那么这些同学是不是觉得还是觉得爬送是不是有意思 有时候呢 我也觉得爬送有意思 就相当于一个小黑客 就有时候呢 进行一个数据采集的话呢 咱们把这些网站数据把它采集下来 对应的呢 咱们 咱们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相当于变相的攻击了网络的服务器是不是 因为有时候啊 我们进行一个数据采集 它是导致一个采集的这个速度 以及数量都是非常大的 对吧 那么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啊 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呢 其实啊 你想跟着咱们老师系统去学 我们关于爬送的一些相关技术呢 咱们老师都会都可以在VIP课程当中会教给大家 都会教给大家 像现在呢 这里的一个图片 这个程序已经跑完了 对吧 采集了当前前面这十页的一个图片 对吧 采集前面十页图片 最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每一个文件 文件夹里面的这个图片 它都是能够放的 像有的一些相册呢 它只有一张图片啊 有的相册 它只有一张图片 这个相册呢 它有多张图片 这是 都是能够看的 对 都是能够看的